而华联市公所推动任养路灯做公益 受到了许多企业民间团体爱心人士的响应 市长魏嘉贤就特别表扬任养20盏灯以上的18个单位 感谢各界的爱心 华联市公所推动任养路灯做公益 受到许多企业民间团体爱心人士响应 市长魏嘉贤特别表扬任养20盏以上有18个单位 感谢各界爱心 那其实华联市公所的路灯任养已经四年之久了 那也特别谢谢我们很多的里长 那主动的来做相关的一个路灯任养 那还有民间企业 那特别谢谢我们卫阳晋里长 去年在发生车祸意外之后 也领到一些保险的费用 那也把这些保险费用全数捐出来 当作是路灯任养 在此也谢谢卫阳晋里长 那更感谢我们很多位的里长 长期的做路灯任养 那其实点亮一盏回家的路的灯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公共政策 有更多位的民众企业 还有里民还有里长 都能够共同的来参与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把花莲打造成一个 友善宜居安全便捷的城市 再次的要感谢这么多位好朋友的一个支持跟认同 那华联市公所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做服务 而这些三星企业和个人也表示 任养路灯是一项有意义的事情 只要能力所及都乐于为全民点亮安全回家的路 会任养嘛 第一个是可以帮忙视讯嘛 然后再来就是自己也可以曝光自己的知名度 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 有的时候巷子里面灯晚上都暗暗的 当然在这部分上面可以多付出我觉得蛮好的 应该是大家应该都简简单单的吧 我觉得路灯任养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让乡亲有一个更安全的回家的路 第二个就是其实说实在路灯任养啊 我们民众会有习惯到庙里点光明灯 但是我觉得这个光明灯这种的路灯任养呢 它不但是光明灯也是给自己光明 也给其他的民众光明 我觉得这是更有意义的 然后其实路灯任养大家也可以看到嘛 上面可以贴一些我们自己任养人的名条 那像我们开公司行号的啊 就是有也有另外一个达到对行销的效果 我觉得是一举多得 这次有18个单位任养路灯 为20盏到50盏不等总计是458盏 市长为嘉贤感谢所有热氧单位 能够为大众一起点亮花莲路灯 而目前热氧活动持续进行 有意愿的民众也可以拨打 038-322-141转分机171 或者是到花莲市公所财政客来申请登记 介入会欢迎市报导